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今天我們要問物流部執行總管 LEO,為什麼叫執行呢?因為他要出去 好累啊,Eddie 喘氣了,聽到我的聲音你都知道 GamePro一打電話來,LEO立刻由我家飛去GamePro 再加上LEO是幫他朋友這次的Toto 加上他自己訂了五盒Pokémon Let's Go的銅滾版 五盒是一箱東西的,大家看看 是好重,辛苦了,物流部執行總監 辛苦就不要緊,立刻拍一條開箱片給大家看看 這次Pokémon Let's Go分別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比卡超的版本,一個是伊貝的版本 看盒面就看到他們的分別 不過主機裡面的特色是一樣的 另外原來還有一個很大的巴特通套 有沒有打算拿來,像地鐵一樣 其實這個巴特通套真的很大 如果真的要掛在胸口,也挺誇張的 所以都是收藏用的 如果香港有活動的話 我或是會拿出來的 用來相應的,對嗎? 到時如果大家看到在背後,可能就是我 不過這裡我有一件事要投訴 不是我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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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買機器的附送產品 這是我百樂通套 免費的 但是在台灣那裡是會有些不同的 台灣那裡就會有這個 有美女 我也想 對,就會有這個Pokemon Twitter的卡 就是一張夢夢的P卡 要台灣才有 香港是沒有的 這個我就有點不太喜歡 早點買水貨吧 早幾天 哈哈 在這盒子袋上 還看到一盒這樣的東西 還是這麼多 當然是我自己 一共買了五盒主機 不過我有朋友本身已經有Switch 他只要遊戲和精靈球 這個就是比卡超的版本 這個很貴 700多元 好會賺錢 其實就這樣看這兩盒的設計 和Switch的設計是很不同的 我覺得 紙盒都值得收藏 買了的朋友千萬不要扔 還有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遊戲也包了一個球 竟然和Switch的盒子一樣大 對呀 大小是一模一樣的 口道也一樣的 應該想看看遊戲和球 收藏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我真的是一個Pokemon的粉絲 除了買機之外 它有很多周邊產品 我都有買的 所以這條影片是很多東西給大家看的 值得給大家分享給朋友 支持一下Leo 是啊 真的新水新鶴 我看到它抬一些東西上來 周邊也挺漂亮的 我們首先開了一部機 主要的 主要的 我們看看盒子 我們看看它 旁邊也有Pocketball的介紹 其實這個ball 如果有看我們頻道的朋友 Leo其實也有介紹過它怎樣畫的 基本上 還有裡面包了一隻萌萌 沒錯 後面的圖案兩個版本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都有些小精靈的圖案 待會我們開了再給大家更近看 好了,晚中期待 終於可以開了 來吧 我已經看到一個黃色的手 一對黃色的栽框 一個是代表比卡超 一個是代表伊貝 另外旁邊就是主機 OK 看到嗎? 我慢慢移動一下 OK 摸下去的質感 不是,沒有什麼不同 是一樣的質感 是一樣的 只是類似水印的東西 那些印主要都是圍繞著 比卡超和伊貝 我就眼看 下面已經看到一隻 遊戲了 拿一隻遊戲的時候 後面有一些洞 其實你用手拿起它 這樣就可以了 很完美地拿一隻遊戲出來 這個是中文版的 我隱約看到球在哪裡 就是在左下角 我失縮一角 好像這個銅板設計包裝的人 都在想 球放在哪裡 塞在哪裡 塞在角頭 沒有什麼威脅 突然間是很貴的 可不可以有型一點 我先拿出來 好,拿出來 這個球其實就... 不算是很大 質感呢 是不是... 質感有一點磨砂 對,我感覺... 應該不要太滑手 還有搖的時候 你會... 好像感覺有一點震 不是在玩對家 數碼暴龍吧 不會吧 試試看有沒有燈 有燈的 有電的 但有聲音嗎 還未有聲音 應該要連了遊戲才有 因為有一個夢夢在裡面 應該有夢夢叫聲 對 那隻... 先看看... 我也想拿一下 其實感覺... 有一點份量 是啊 挺重的 有真的拿著精靈球的感覺 而且玩的時候會震的 玩的時候會震的 就是當我們小震的時候 到時畫面的精靈球會動三下 動三下這個精靈球都會震的 連著Poketball那條繩 那條繩子都會有任天堂的標誌 這些位置都很仔細 還有一個... 這個可能是穿手指 免得讓你以為自己把精靈球丟掉 對比一下Leo的Poketball Gopass 其實左邊的Poketball 功能應該已經可以代替了它 跟手機連動 可以代替了它 一樣有這個功能 而顏色方面 以前的Poketball Gopass 就是會亮亮的 我自己反而喜歡Poketball的牙色 左邊的精靈球就會發聲 右邊的舊的精靈錶就不行了 其實整盒舊底的那些扇子 應該是跟以前一樣 包的東西 不過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Joy-Con上面的 這個有不同顏色的 這個怎樣玩呢 先拿出來 先拿出來 原本這個正常版本是全黑的 手掣就是灰色 或者是紅色、藍色 今次這個特別版本 竟然都是用 E-Boy和皮卡超 顏色的色系 我還以為全黑 其實如果它懶 全黑就可以了 這個反而可以 我拼上去看看 好像一個布甸 想吃掉它 拼完布甸,現在就拼了朱古力曲奇 最後,Liu,你拿吧 這個最重要 什麼? 這個Dog 這個是有電視的 還有小精靈的圖案 哇,看到了 對,貴幾個照片就是這些 側面沒有的 剛剛好在前面 平面 開了Dog 其他就一樣了 盒子裡面的東西 這個Dog 其實的容量就是大家要放上部機 就會發現 它前面的花紋顏色 跟它後面的災礦顏色是一致的 這一部分多有心思 多漂亮 我覺得 先聽聽一下 這個 這個 ABA 其實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沒有特別製造一隻 比加超或伊伯 難 差這個 差這個 尾中不足 這次Pokemon Let's Go的銅菌版 就先開箱到這裡 不枉我等了這麼久 忍手不買普通版的Switch 對,因為Leo打Switch 都是借我們的機器去玩的 之前也有玩過Pokemon的遊戲 有啊 Pokemon Go的格鬥遊戲 你記得嗎? 寶可拳 對 不用,阿俊打電話來 Leo 你還那部機器是不是 我要打機 因為阿俊要借給女王 哦,原來是這樣的 大家記得看另外一段影片 我們會開啟其他周邊產品 再配上這部機器的特色 加上 再有Pokemon的保護套 保護袋 看是否實用 這部機器這麼漂亮 當然要找些東西好好保護一下 沒錯 記住看另外一段影片 好,今次就到這裡 Thank you Bye Bye - 剛才說的叫撞 撞了,還是你都會照大出街呢? 你怕裝了硬膠就放不上去 或者... 好大個啊 好大個啊 太划算了 我還以為是裝完 喂,這樣呢 喂